白头发越来越多!你一定有这些坏习惯! 为什么头上会时不时地冒出几根白发?怎么才能让头发重返无黑量力? 一营养摄取不均。现代人因为忙碌,常常在外匆匆解决一顿饭,营养摄取严重不均衡。 黑色素细胞在缺乏营养的情况下,无法制造黑色素攻击头发。 建议多吃蛋白质成分高的鱼类,以及富含促进新陈代谢的维生素1的食品。 另外,海藻类也对活化黑色素细胞有良好效果。 二运动不足。缺乏运动导致血液循环不佳,使得血液无法运送至头皮的各个角落,黑色素细胞无法正常运作。 不妨在单位前一个车站下车散步过去吧。每天多走15分钟,休息时间活动筋骨等,小小的习惯就可以轻松拥有一头乌黑秀发。 三类积压力。感到压力时,肌肉会紧张,僵硬,血环也会收缩而使血液输送缓慢。 睡觉前泡个温水澡放松身心,或是看个有趣的电影,定期发散不愉快的心情,别让压力把自己压得喘不过气。 四气血不足。回复气血不足。查看补气血相关时疗方。 中医认为,头发变白的原因主要原因之一就是气血不足。 头发是体内气血情况的重要表现,头发乌黑、浓密、柔顺、光亮代表气血充足,而白发、掉发、头发乾枯等都是女人气血不足的表现。 建议平时多吃红枣、桂圆、当归等有助补气血的食物。 头部长期曝晒在紫外线下,黑色素细胞易受到损伤,不仅发致变肥毛糟,发色也会褪色。 平时一定要做好头发的防晒工作,可以挤油带帽子或撑阳伞,随时做好防护工作,避免紫外线的摧残。 无慎虚,回复慎虚查看慎虚相关文章。 中医认为发为血之余,又发表于慎,所以说慎其华再发,当心慎不焦、失眠、神经衰弱、时,或先天病腹不足,或思虑过度耗伤精血,或胆精受怕伤肾精时,头发都会变白。 因此,要想黑发飘飘一定要注意保养肾脏。 六,情绪不稳定。 情绪变化很容易失机体神经功能失调,因此分泌黑色素的功能也会发生障碍,影响色素颗粒的合成和运送,就会长出很多白发。 有些年轻人在短时间内头发大量变白,与工作压力大,过度焦虑、悲伤等严重精神创伤或过度疲劳有密切关系。 由于极度紧张、忧愁等消极情绪,往往会引起体内发生一系列急剧变化,造成内分泌严重失调,使人在短时间内出现白发。 7. 吸吸烟 你是瘾君子吗? 香烟中的尼古丁正是导致白发苍苍的凶手。 尼古丁被吸入身体后,血管收缩导致血管流动变差。 此外,还会促使秃头、皱纹、黑眼圈等形成,让头发变黑的按摩法。 i. 头部止压 活络整个头部的气血循环,疏通气节。 不但能够活化细胞,是毛发获得营养,也能使头部的任何不适获得缓解。 例如,头痛、头晕、头部肿胀、昏沉、健忘、思绪不清。 直立净到深入5-6厘米之后,致腹力量稍微一上一下抓,直立慢慢放松。 直立一定要完全放松,再重新开始按,按到不痛或疼痛减轻为止。 2. 抓头发 顺住头部的角度 2. 双手同时抓住发根之后,手指头稍微出力往上提。 3. 停留4-5秒之后,直立然慢慢放松。 直立一定要完全放松,再重新开始抓踢发根。 3. 如果感觉有痛感,表示这个地方经络有阻塞,抓到不痛或疼痛减轻为止。 3. 官员学致压法 官员学,膝下四致幅。 4致偏重腹部,打开虎口,大拇指指腹湿力往下压,直立净到深入5-6厘米之后,致腹力量稍微呈只字形点一下,停留7-8秒之后直立然慢慢放松。 5. 直立一定要完全放松,再重新开始按,按到感觉不痛或疼痛减轻为止。 6. 温馨提示 6. 慎选洗发精 6. 和手屋,将制作的洗发精,都是不错的选择。 7. 洗发前先护发。 选用负离子吹风机,尽量降低对头发的伤害。 7. 洗发后,把少许的苦茶油磨在头发上。 7. 这可是我80岁祖母的护发秘方哦! 8. 头皮屑多的人,洗发后请用柠檬汁擦拭头皮,可减轻头皮屑的产生。 8. 秃头的人可以用乳精油掉基底油,10毫升基底油2滴精油,在没有毛囊的地方涂抹按摩,直到该处发热即可。 9. 其目的是使气去畅通,头发再生。 9. 头发乌黑瑜伽。 9. 大声印饰。 1. 双脚脚跟放在会音处坐好,腰挺直,肩膀放轻松,双手轻松地放在膝盖上。 2. 重心落在骨盆,意识立即中在腰部,吸气,用腰力带动上半身,直到背部平行于地面,腰弯到你的极限,注意背部要平不要驼背。 3. 并吸数秒,慢慢吐气将上半身回正。 3. 从第一个动作开始做,仪式做8次。 4. 。 。 3. 。